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选了这个专业是因为我受我的父母的印象 我妈妈是三十多年前从中国去阿尔及利亚 然后一直给阿尔及利亚的当地人教他们中国风格的一些艺术 因为我是一个混血 所以把一些中国用阿尔及利亚的一些风格 用到我的服装上显示我的这个个人的特点吧 这个的设计就是以阿尔及利亚的建筑的外形 这个外形是服装的外形 然后这个袖子就是水袖 中国的水袖就是唱金句的那个 然后他们穿这个来唱 在我的设计的过程中 我常常会找一些灵感 去哪儿都能找到灵感 去哪儿都能找到灵感 建筑也一样 建筑它的那个形 这个都能给我一个灵感 然后用在我的服装上或者我的设计里面 这个是阿尔及利亚的一个清真色 然后它上面就有这个建筑的一个点 然后我就拍了这个部分 我就用到我的服装一个大的形 这个就是中国的旗袍 然后有的时候我也穿一些这样的中国风格的服装出去 你喜欢这种风格吗 对 我特别喜欢 这个我在阿尔及利亚穿的比较多 感觉太漂亮 出去穿不时的 这个是我去看那个时装周在七九八 然后我们去看 就参加这个时装周 然后就顺便拍了一个照片 有纪念 这是我妈妈 这是我妈妈和我爸爸 这是我哥哥 收起我妈妈 很想他 要不我给他打电话吗 哈啰 妈妈 干嘛呢 刚开始还没 刚把那个底色打上了 昨晚还没画呢 刚把那个底色 行 那个你什么时候来中国 七月份大概七月份 我们是七月十五号放假 然后放假以后就过去 逃想北京 逃想家里人 对 逃想去旅游 好着急啊 我妈妈是三十多年前去了二级亮 那时候去国外可能很少吧 她那么勇敢地 就是跟着我爸去了那么远的一个地方 那我长大了以后就是我来中国可能会能理解她这个感觉 我能感觉到我妈妈这个经历 我毕业以后肯定会怀念这个时光 很幸福 做的事情还是喜欢做的事 可能以后可能不会有这样的时光 在中国是我变成更独立 更有想法一个地方 我希望留在中国 我是从中国有了这个梦想 但我希望在中国能实现这个梦想